你退後 我跟你說 陳奕迅在裡面 陳奕迅在裡面 我寫雞皮疙瘩了 你又在錄嗎 好暈喔 好暈喔 而且你就好像自己在飛喔 現在我們到香港啦 太開心了 可喜可賀 經歷了很多很多的旅途之後 我們總算到這邊了 那我們第一站呢就是這一站 各位觀眾 先跟你們說 有個中文造詣聽他還算蠻好的 但我念不出這幾個字 請問這怎麼念呢 你們知道嗎 啊太好了 工作人員呢 大家都沒讀書 小奇萬 小奇萬你罵誰啊 總之我們今天要來香港旅遊 那旅遊呢畢竟我們不是很熟這邊 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邊有好玩的 或是什麼景點啊 或是什麼吃東西啊 什麼都不懂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找了一個我的好朋友 就是在地人 來自香港的導演 我們的威廉導演 嗨 歡迎你來到香港啦 你看這個口音 我們首先馬上先學一句嘛 跟大家說大家好 大家好我們一般都會說 喂 喂 喂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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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們要稍微正視一下 就是說跟大家問聲好 我要怎麼說廣東話 雷虎雷虎 就這樣啊 對啊 雷虎雷虎 雷虎雷虎 我已經學會了 我可以在這邊生活了 對你可以了 但是我們現在來這邊呢 最主要的就是 因為導演會帶我們去一些很不錯的地方 到處去看看嘛 為什麼第一站選這裡 來香港呢 我們最需要是什麼呢 先吃 對吧 吃得好玩得好 這個才是最好的嘛 對吧 我們現在稍微缺乏一點點熱量 我們需要吃點東西 那這邊這一站叫做 這個叫做燒雞灣 廣東話就是燒雞灣 那為什麼是這一站呢 其實燒雞灣對我們來講呢 是一個非常非常地道 它沒有什麼很多的遊客來 但是它飲食高手非常多 美食多到就是 我們在本地的都很喜歡 就是特意來燒雞灣那邊 特別是那條洞大街 難怪我們不熟這個名字 因為我們身旁很多朋友 大家來香港的確 他們都會PO說 我們現在在哪一站哪一站 不是銅鑼灣就是旺角 要不然就是金鐘 都是類似這些 這一站我真的沒看過耶 很多很多美食 其實我們本地的都很喜歡 在內去吃的 哇跟著導演 真的是可以去到很多 大家平常沒有想到要去的站喔 第一站請大家先記得 我們現在就先去找第一個東西吃了 是你最喜歡的 雞蛋仔 不瞞導演說 因為我都是在台灣吃 我其實沒有吃到好吃的 其實上一次我來西門町的時候呢 其實我也想就是吃一下 感覺一下 然後吃完之後就這樣 我默默的就把它放下 對 我們也是嘴巴很挑的好不好 那我們來吃吃看 這個可不可以 稍微挽回我對雞蛋仔的那個感受 行那我們出發吧 走走走走 為什麼現在來這個 這個名字就聽起來很不低調耶 他叫低調高手 一點都不低調 真的是你看看後面其實已經 已經開始有人 還是平日就是要共坐天 但是周六周天基本上 你想買了真的是買不到 買不到應該排更多人對不對 是的是的 哇 我們先去那邊去買 好 來了 我先確定一下 跟我心中想像的一不一樣 喔 果然 第一個就不一樣了 我在台灣買的超軟 軟軟 就是這樣 這個是硬的喔 比較硬 對啊 先試一口吧 這個是原味喔 你看它是這樣 它是拿起來的 對啊 我不知道原來雞蛋仔是要拿起來 我一直以為是整個這樣吃 哎呀 都是這個感覺很那個 原來 吃吃看喔 一個很傳統的味道 但是它除了我們那種很熟悉的 有點像雞蛋糕的那個味道之外 它還有另外一個 好像是那個 薄薄 它有點像鬆餅 鬆餅的那個 對 鬆餅的味道 而且它是脆的 它裡面啊 你看 外面是脆的 然後下面那邊是比較軟的 所以你可以一吃的時候 你可以吃到兩種口感 就是酥的跟軟的合在一起 對 嗯 好不好吃 還有另外一個味道 這個味道呢比較新的 這是鹹蛋 用鹹蛋的味道來做這個雞蛋仔 我沒有吃過鹹蛋口味的耶 對啊 那就吃一下唄 好啊好啊 你先聞一下 對 怎麼辦我喜歡這個味道 對吧 因為我很喜歡吃鹹蛋黃 來 這個是原味的 然後 這個是顏色就不一樣了 它是比較橘黃色 對 很好 來比對一下 然後後面呢 是這樣 哇 來試一下囉 嗯 可以 我覺得 很好吃啊 我跟你說 它們最厲害的是什麼呢 你看 就是因為它們低調 所以呢 它們不會開村店 它們只做那家店 就坐在家而已 對 因為在香港其實有幾家就是做雞蛋仔 是有名的 但是它們一直在開分店 哦 它味道呢其實也沒有控制得很好 我們就覺得就是 它呢 永遠都決定不開分店 只有那一家 所以它們做的還是能保存就是那個實力 剛剛原味的 雖然它很好吃 但是那個味道是我們想像得到的 對 是的 但這個味道我們沒有想像得到說它可以這樣子結合 對是的 好吃耶 對好吃 對 對 我跟你說 陳奕迅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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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雞皮疙瘩了 你也在錄嗎 要把那個剛剛那個急凍先收起來 對 然後呢我們還是可以介紹就是安妮嘛 對 所以你看安妮 安妮的家其實就是老店 然後呢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呢 因為人不多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老店裡面 吃魚蛋 吃魚蛋 還好沒有 魚蛋湯河 然後我們剛剛有走過來 我們又來吃了 那我們現在做到這件是什麼 這裡呢就是剛才我們說了就是安妮最出名的 就是它的那個魚丸 我們叫魚蛋 對 魚蛋還有就是那個魚片 我們叫那個東西叫魚片頭 其實有點像是那種魚板類的東西 對 是的 是的 這是手打的 魚丸 這個是手打的魚丸 然後它真的是很 就是 就是 噴噴噴噴噴噴 這是 過文味道的那種 對 可以的 還有就是他們家也挺出名的 牛腩 這個叫做 烙粗麵 他們那個粗麵 已經給那個 他們特定的那個醬油烙過 所以味道會非常濃烈 對 特別喜歡你那種種口味的 哇 這個麵就看起來很好吃 對 先來吃一點這個麵 對 撈麵真的有一個撈麵的味道 然後它就是粗的 對 喜歡撈麵的味道所以我覺得OK 牛腩 對 牛腩 很軟的感覺 它有一個 有一個薰製的味道 不是純粹用水煮的感覺 而且不會踩肉味很足 好吧 那我們開始囉 吃太飽了 撐了撐了 這時候應該要運動一下吧 我現在呢 準備要帶禮樂了 這是在海邊先走走 叫化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要往哪邊走 對 我們往那邊走 走吧 好 現在呢沿著海 走一走走一走 就遇到了一艘大艘的船 對 就是 格亮 火 對 然後滅火輪 滅火輪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是專門 就像消防車一樣 它是消防禪的意思 對 然後它這邊是讓人家可以免費參觀的 免費參觀的 然後它是一艘退役的啦 我們進去看一下 這艘船呢 是1953年 對 然後到現在耶 70年前了耶 各位各位 不要強迫症你們看 它那個窗框 它是做不平的 有看到嗎 我跟導演不行 哈哈哈 會覺得這裡有點乖乖的 會覺得會覺得他 會覺得他 會覺得他沒做好 各位觀眾聽得到我講話嗎 如果聽得到的話呢 告訴你們 這裡可是 就是 拍攝場景 但因為它是私人主宅 所以我們不能講話太大聲 對 我們盡量就是 不要就是打擾 就是這裡的居民 因為 其實很多劇主平常都很喜歡 就是在這裡拍 我們搞到其實那些市民 就比較困擾 觀光客都會跑進來 對 是的 所以我們就是用眼睛 好好的去觀賞一下 它這邊的建築的美麗 真的很特別 其實它是從幾個樓 組成的 對 它是有五個樓 然後呢 它是五個樓裡面是聘在一起 所以呢 樓與樓之間 你還可以去另外一個房 從那個走廊 過去 它都打通了 都打通了 但嚴格算起來 這也算是 香港它 早期的代表的建築物 對對對 是的 因為都是比較 很多家庭 其實他們都寄在一起 還有就是他們的房 其實也挺小的 老實說 裡面雖然就是已經翻身了一次 但是呢 其實它還是保留了就是那種 那種舊的感覺 剛剛從海山樓的另外一邊 來到平行的另外一邊 對 它其實也一樣是一個就是 一面兩面三面的 對 是的 為什麼 有這一面的顏色 顏色不一樣嗎 對 很多人其實都會說 就是拍戲的時候呢 都喜歡在那一塊 因為顏色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海山樓的正門其實在那邊 所以我先帶你們去那邊看 看完之後呢 就再來 那變形金剛是在那邊還是這邊 其實兩邊都有 還有就是他們能夠上天台 天台是更不一樣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很難相去 因為他們的保安其實也挺厲害的 把我們 如果我們不是在裡面住 肯定會把我們南下 對 我們只能在這邊 對對對 是 但是這樣子也很不錯啦 對 來這邊拍照 我們呢 其實來香港啊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很多東西可以吃 然後你現在帶我們來這裡呢 就是太平山頂 對太平山頂 很有名耶 其實太平山頂 聽說是最高的地方嗎 應該是這樣講 應該是只有這個地方呢 才可以看到整個香港的夜色 哦 可以看到夜景 然後呢 如果你上來的話 像陽明山上面的 比較沒有什麼商場 但這邊呢 整個都是商場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餐廳 然後也可以逛街 然後也可以吃東西 對 大家像旁邊的很多餐廳 都很多外國人 是 因為就是挺浪漫的 還有就是 你現在的天氣其實非常好 也是不是很熱對不對 然後呢 在外面吃飯特別舒服 哇 情調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們待會呢 也可以來看一下 夜景到底值不值得大家來 其實你們大家看到呢 就是香港最高的地方 就是太平山頂 每個遊客來了 是必須要到的一個地方 因為你可以看到 全香港的夜景 最美的 只是說今天因為那個 能見度是比較低 所以大家可能 看不到太清晰 我現在要來 那個太平山頂 纜車初體驗 然後剛剛我們有看到 那個別的纜車先上來了嗎 那個纜車跟我心中想的不一樣 我原本是以為那種 比較方方正正 結果它是 它是整台像 小巴士一樣的感覺 對 是的 還有就是這個是香港 其實開了不是很久 現在開 所以是去年才有的 然後呢 所以這一次你們也是 算是開算了一下了 對 算是就開箱纜車 因為它以前其實就有 但它已經翻新過了 對 是的是的是的 我們要來坐一下囉 我恐高啊 我恐高 我都沒有往那邊看 各位觀眾 現在李悅來到了 香港國際影視展 這個不是 隨隨便便就可以進來的喔 你們看 一進來 英皇電影 然後旁邊這邊呢 它都整個把它做的 上市電影裡面的場景 導演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邊嗎 今年的電影節其實是COVID之後 對 然後呢 就是回歸了 然後呢 現在你可以看到就是整個會場 都是很多不同 從世界各地的人 全都來香港 就是為了就是香港整個電影產業 然後呢 所以這一次呢 就很榮幸啊 你也過來了 我只可以來這邊看 我覺得很棒 所以它這邊裡面展的都是 主要就是各大的電影的 什麼樣的東西 其實是最大的 所以現在你們看到這幾家公司 基本上都是全香港最大的電影公司 台灣是在那邊 是有台灣管的 對對對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去旁邊那邊 也看一下 看有沒有哪些東西可以介紹給大家的 對 你看 他們就是有這個 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 所以他們可以來這邊就是 正在發展中的項目有哪一些 然後就是大家可以 想要投資電影的人 他們可以來這邊 看看他們想要投什麼項目 因為今年是三年以內 終於到就是又重新再開了 對對對 所以呢 這一次我覺得是比較好 你看台北市 台北市的 對 委員會 這裡有我們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 我們自己 台北的一定要來拍一下 來支持一下 以前呢 其實會更誇張 你一邊走過來了 其實都是明星也有什麼 現在呢 我們在環亞電影 影視公司他們做的這個展場 你看這個展場 就那種鐵皮 然後是有一種 香港七零八零年代的感覺 我們現在進來一起看一下喔 它所有的小細節都做得 非常非常的細緻 這邊呢你看還有他們的 燒辣飯店 就好像真的在那個 就香港的過去的街頭吃飯的感覺 然後它就這裡 這個呢 真的耶 我們以前看很多很多的港片 大家真的都會在 算路邊嗎 就是大家就會在那邊打麻將 然後另外這一區呢 它就是完完全全就是 街道的感覺 因為啊你們這樣看好像覺得說 啊這是一個街道啊 沒有 這些都是搭景搭出來的 你看它搭得多細 所以啊你看 還是有很多的人來 看我們的香港國際影視展 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支持全球的電影 我們繼續努力繼續加油 今天呢就我要帶你們去哪裡了 今天我就帶大家去一個地方叫做大雨山 大雨山 因為大雨山呢是一般觀光客 比較不會來的地方對不對 其實也會來但是比較小一點 比較少 我希望就是能夠把大雨山的美 然後就介紹給李悅 太好了 那也介紹給大家了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來看看大雨山有什麼好玩 走 他們採用那種就是開放式的那種玻璃 然後呢把陽光就是直接投進來 哦這個這個很漂亮耶 這個很漂亮耶 木頭的味道 以前呢他們用來幹嘛呢 其實以前他們都是比較磁巴的一些 魚啊什麼的 他們有些時候他們也會放在裡面 你說魚也放在裡面 對啊 因為他們都是 炸飯什麼東西都有的 什麼都放在裡面的 哇這很重耶 所以它食物這樣子浮在海上 就是水裡面都不會浮浪的 哦 看到嗎 哎唷 哎唷 好暈喔 不會吧 好暈喔 不會 我們最出名的大佛 欸這個很特別耶 對 而且你就好像自己在飛喔 對啊 你們你們都 很特別 不會怕高嗎 我看了很多次了 對啊 對啊 聽聽好玩 哈哈 哈哈 哎唷 真的會暈耶 真的啊 真的會暈 哇 哦可以去 可以讓他去 左邊 這裡啊 好 遙控彈圖魚 對 然後可以上 哎唷 他要跟別人接吻了 等一下 後退 你給我後退 哈哈哈 現在呢來這邊大澳啦 一定要來一個打卡點 然後在 呃大澳街市走進來 然後有一個小廣場 你就會看到這一個區塊 然後呢 後面就是他們一個很傳統他們的背景 你覺得一定要坐在這邊拍照啊 而且你看剛好沒有人跟我搶 哈哈 海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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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 這個是小的 小海馬 小海馬 我們的烏魚子 大澳的烏魚子 哦 是長這樣 味道完全不一樣 因為上一次我在台灣買了回去 然後結果又在這裡買了 然後味道是完全不不一樣 這個呢就是 香港的烏魚子 聽說跟烏魚子 那個吃起來味道很不一樣 對 試一下吧 怎麼辦 我覺得比烏魚子好吃耶 哈哈哈哈 也是 是吧 因為烏魚子通常是稍微比較綿牙 然後要配著什麼蘿蔔啦 蔥段啦 吃 但是這個可以直接吃耶 對啊 很好吃喔 但是 單看外表其實有點像台灣的那個雙胞胎 但我不確定吃起來是不是 哦 不是 不是嗎 不是裝包胎 它有點像是那個泡芙 對耶 泡芙一般不是做熱的 它有點像熱泡芙的外皮 這個很不錯喔 大澳金門餅店 對 只有大澳才有的 它的英文是 大澳東南 所以我們就是吃了大澳的甜甜圈 大澳甜甜圈 好吃 所以他們這邊是從多久以前就是這樣的房子了 以前一路都是這樣 但是呢你會看到就是 比方說你看會比較新的 是吧 然後呢就是因為這錢太破了 然後呢就是翻新貨 他們就說你這樣穿進去 它的那個房屋啊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房屋 然後你可以藉由那個小門 然後去穿桌 但其實下面都是水 對 都是水 你現在看到這邊喔 但他們下面其實都是水 現在呢我們來看到就是 楊厚古廟喔 在康熙時代到現在呢500年了 我們現在有看到呢就是港珠澳大橋 那這個橋要去哪裡呢 你可以去澳門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水塘是叫做石壁水塘 然後遠方的那邊有一個石壁監獄 對 所以一般那個觀光客知道這個景點嗎 不知道 對啊 我覺得他們一般不會知道這裡耶 其實他用名字 然後他就是在大澳澳 所以大家呢如果有來到這個香港 然後大澳這個附近的話 大家呢在走山路的時候不要想說 那個走山路像我們剛剛啊 在上面就是想說那去休息一下或者睡一下 不要睡 處處有美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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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